这一点要有那个热情 要有那个热情 拿下假如台南第六选区区域立委候选人 洪秀柱勤跑基层 因为他的选区对手可是被视为绿营超强棒 我的对手是上一次全国最高票 你要小心一点 到这边来可能是文死无疑 我不相信有这件事情 洪秀柱面对的先任立委王定宇 拥有三届市议员身后民意基础 2016年首度转战立委又攻下全国最高得票率 但碰上有八届立委资历的洪秀柱 也不是省油的灯 请因南下挑战开江辟土 让王定宇坦言这一柱不能轻忽 我们有共同的心愿 希望能够翻转台南 台南选前蓝绿拉扯 第六选区将会是全国最瞩目一战 反观高雄蓝营黄昭顺挑战绿营现任的刘世芳 地方分析蓝绿基本盘各约三成 但是高雄市立委选举总共有51个人 左宜男子第三选区就有11个人登记 除了蓝绿两党之外 还有台湾民众党以及多个宗教团体组成的政党 史上空前参选人大爆炸 成为11抢1选情超激烈 国民党忙着卡位南台湾立委 但屏东绿营却似乎上眼大分裂 第二选区原本由现任立委庄瑞雄 要角逐连任 立委苏正清争取不分区 但是民进党不分区名单出炉 名单直接对调 这下让当初党内初选落败的 前立委政朝明不满 跳出来以五党级登记参选 我来参选代表民进党 正当性比较高 因为我没有争议 全台立委选举412个立委参选人登记 光是政党就有43个 要角逐73席的区域立委 众多小党更是提出 不分区立委名单共同竞争政党票 台湾立委参选大爆炸的情形 也成为这回最大特色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